所以你打算是要我穿的這個 然後幫你打掃房間 對啊你等一下就跪在地上擦 嚇我一跳 跪在地上擦 你不要亂想 欸開始工作了啦 你怎麼蹲在這 你不要這樣看我 你裝可憐沒有用 好啦今天這個企劃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上一支那個電競椅PK 總之就是因為我輸了嘛 所以我就是要來履行我的承諾 我今天要來幫助理整理房間 我房間已經大概一個禮拜沒少了 一兩個禮拜了 我不想面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自己連我家 我都是那種一個月才整理一次的人 再來就是我從來沒有幫男生整理過家 連力量男友都沒有 憑什麼你是第一個有這個特權的人 我想要一頭撞死 我竟然還輸 輸給你 我們現在進去囉 而且我還沒看過 我現在我也是第一次看助理的房間 我來看你是不是一個 有條有理的男人 就從房間就可以看得出來 準備好我們進去囉 幹嘛啦 阿你怎麼一進來就躺我床上 你不是要工作嗎 不想面對 不行耶 你一定要面對 而且我幫你準備東西耶 你幫我準備東西 你該不會準備女服裝吧 你超變態的耶 你會不會想太多 不是女服裝 我想給觀眾一點特別特別特別 好啦什麼東西拿過來 這什麼東西啦 這是古裝耶 對啊這是古裝 所以你等一下是要我穿著這個 然後幫你打掃房間 對啊你等一下就跪在地上擦 嚇我一跳 跪在地上擦 你不要亂想 不是不是 跪在地上擦地板 對對對 好那今天就聽你的 因為我今天就是你的小奴隸一天 上次輸了 我就是覺得要願讀服輸 我們就是要說到做到 你給我等著 好 那我們先換妝 變妝完成 然後我們這個是50塊的妝髮 低成本扣子 但是衣服 我覺得你還滿用心的 選的其實還真的滿好看 對啊其實還滿好看的吧 有點像那個 我們最近常常在玩那個手遊 如夢令裡面那個角色 對我就是到那個角色去挑這個衣服 哎唷 欸很懂我喔 唐朝那種裝扮 OK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有記錄一下這個房間的before 然後等一下整理完再after 我自己整理東西的順序是 我會先把 床單 然後東西都收整齊 之後我才會開始掃地拖地 對 好看你表演啊 欸別靠我這樣 其實我小的時候呢 我是非常會整理家裡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住台南嘛 然後我媽就是住台中 所以每次我媽就是 大概一個月回來一次 我就想要趕快積極表現給她看 我就把家裡用得很乾淨 現在就是被我媽一個月來上來 幫我掃一次 好那首先呢 第一區我就是 先整理最亂的區域就是桌面 但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剛剛看到就是 我助理有 買我的這個 寫真寧寧的周邊 就我沒有送他啦 他自己買的 我就覺得嗯 有支持我 還有後面也有 對後面也有 那個是兩年前的 他也有 而且他都是選 內衣的照片 我不知道 為何 為何 6月 妹 6月 6月 首先呢整理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把東西都先誤歸原位 好這邊就看得出來 這邊是保養區 就把保養的東西先收好 然後再來是我助理最近就是 可能太操勞去看了中醫 我就幫他先收好袋子 然後幫他黏好這樣 然後中醫的袋子會讓他好找 我們就是一樣放在這裡 我覺得其實就是亂中有序 以一個他找到的方式為主 這個盒子是可以開嗎 那盒子是幹嘛 其實我不知道 怎麼那個盒子 要不然裡面是保險套 你用不到 好 總之就 不知道裝什麼對不對 沒關係 不然我們就把他這個夾子 整理整理 放在這個盒子裡 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直接就是兩個東西合而為一 收納完畢 我們這個桌子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簡單的整理完畢 雖然說看起來感覺好像沒有整理什麼東西 但至少我就是把它的東西排列整齊 看起來會比剛剛舒服很多 好那接下來的這一區呢 就是每一區我們都是用一樣的道理 但是我還是有兩個東西想要秀一下好不好 他光這一區呢就有一堆我買的東西 就是我送他的手錶 然後再來就是我送他的一個錢包 然後再來就是我送他的一個錢包 還有那個發財金也是你給我 喔發財金是不是 這也是我送他的 對 因為我希望我助理可以發大財 但是他能不能發大財 好像跟他本身沒關係 好像跟我自上 對我希望你發大財我還沒有發大財 好我會努力發大財 好我看到這邊有一些衛生紙 就知道助理是個好男人 經常就是都會帶衛生紙出門的 再來口罩 這口罩你戴好了你 你不是沒口罩不能露臉的嗎 我現在沒有要露臉啊 喔我拍你 我拍你 我拍你 好啦看這一區已經整理完了 可以放到另外一邊嗎 因為我滑手機很不方便 意見很多耶 幫你整理你看意見那麼多 OK這一區整理完畢 好剛剛發生一點小插曲 因為就是小熊媽媽回來了 就身為一個長輩都很愛的女性來講 就是我還是要出去搜集一下 剛剛搜集完 你是長輩殺手耶 對我是長輩殺手 就通常我立任男友的爸爸媽媽都不會討厭我 就是都會喜歡 然後可能我要分手 他媽媽就你幹嘛跟他分手 你不要 然後媽媽說你平常家鄉豬療 好低療耶 因為呢現在床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我覺得身為一個男生呢 而且也是有當過兵的男生 一定要會摺棉被 你怎麼起床沒有摺棉被 我是不摺棉被拍的 直接拉一個洞出來 然後晚上出覺又同一個洞進去 喔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喜歡找洞磚 對我有洞進去 首先整理床單 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把棉被摺起來 哈 啊好重喔 哈 自己看得出來 我平常你是不是也是我在摺棉被 欸欸欸欸小婷 我幫你 幫你綜牙 你現在還不知道他太膨了 好 集一下這你小貝貝對不對 對 好小貝貝的部分 你為什麼一個床都沒有三條貝貝啊 在這邊呢就 我上你床喔 我上你床喔 可以 我上你床 你來玩怪怪怪怪的 我上你床喔 怎麼那麼累啊 遠浪一下整理完畢了啦 OK吧 有沒有讚讚 好乾淨喔好正希喔 對啊 好最後一個公仔粿 最後一個公仔粿 公仔粿呢 就沒有什麼訣竅 基本上就把它擺整齊就好了 那其實你已經擺很整齊了 真的好了 好像助理這邊就有一個很不OK 他把袋子全部都塞成一坨 那如果是我就會 會成太多 喔喔 誰掉了 媽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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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剛剛 我不小心把你的公仔弄壞了 謝謝皇上的關心 你喜歡嗎 白癡喔 哪個人會送女生筷子啊 你就在忙掉在地上 到底也完美 到底也完美 照你的要求做一個這種角色裡面 劇情設定 滿意了吧 我們可不可以做N了 我們可不可以做N了 差不多 好 我們來做N好不好 我們終於打掃完了 我今天夠義氣吧 對啊 我房間現在超乾淨的 真的是你的小奴隸耶 看幫你打掃 然後又陪你演《盧夢令》裡面的劇情 我算是非常的不錯的一個老闆 那下個月每天都來我家幫我打掃 欸 有這件事嗎 有啊有啊有啊 我有付薪水 我們是有包括私人助理行程裡面 要來我家幫我打掃有沒有 洗衣服 下禮拜就靠你啦 一天換一個月 聽起來感覺好像滿划算的 好啦就這樣不要再講了 好啦那今天呢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對《盧夢令》有興趣的話呢 下面會有下載連結喔 在《盧夢令》裡面呢 可以攻略很多不同的皇子 重點是在裡面可以結交很多好姐妹 還可以像我剛剛一樣 有很多的選擇題 讓你自由的去選擇劇情的發展方向 最重要的是呢 它是有中文的配音源 那如果你們是香港的朋友啊 也有粵語的配音喔 有興趣的話趕快去下載吧 想要談更自由的戀愛嗎 趕快一起來下載《盧夢令》吧 那我是語心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訂閱小鈴鐺 小溪子 嗯? 我有一事相求 你說啊 我想邀你一起出遊 你喜歡賞月還是賞花呢? 嗯?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喜歡你